謝謝主席 我們所有的立恩通人 還有所有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早 現在的政府 可以說是完全執政 那完全執政 也必須要完全負責 但是我們 從許許多多的一個跡象 我們看到這個政府 的的確確 就是慢慢的 一直在方槍走板 從一頭美國牛 我們都看得非常清楚 從行政院 送交立法院 立法院不管是朝野 大家一致踏法 但是踏法的同時 也經過朝野協議 共同來修正 修正完了 竟然又引起總統府的一個不滿 我們一直希望 類似的情形 不要再發生 執政團隊 必須 要透過 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所有相關部門 溝通協調 然後再對外公布 不要 一而再 再而三 讓所有全國的民眾 都搞不清楚 那我們現在也非常的質疑 包括 現在 MOU的簽訂 ECFA的簽訂 我一直希望 能夠繼續透過總統府 行政院 立法院 執政黨 要決決對對 做好溝通協調的工作 不要再重踏覆轍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再次搞不清楚 現在 已經做到 三分向人 七分向肺 如果 但是繼續這種政黨 這樣 繼續做下去 我相信 這不是八世的福氣 我想 也不是 所有全國民眾 所期待的 那最近我們又看到 許許多多 毒魚 毒牛 以及 我們一些毒奶 所有都是毒 讓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到 我們對於 解育工作 以及對於所有的 衛生機材機構 立體確確 有發生了相當多的一些漏洞 那這些漏洞 我們一直希望 要因以為戒 我們所有全國的民眾 也都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到底 哪裡有 爛鬥廢棄土 到底 哪裡 有在抄啊 殺死 到底哪裡 有在抄彩殺死 盜彩殺死 我想 全國的民眾 他們都看得到 但是 我們的檢調單位 好像視若無睹 觀觀相互 所以我在這裡 特別再次 希望我們整個的一個執政黨 在亂世 絕對要用重點 當你亂世用重點的時候 你也決定對不對 能夠 讓所有的民眾 來做一個幸福 所以在這裡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